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行的外勤的业务 那么有关于现代的经营的角度来讲 现代银行的经营都必须用行销的方式 来代替过去所租带出的这个方式 很显然现在银行非常地竞争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行销 当然外勤要怎么去发挥它的角色 跟它的功能 显然跟这家营养的业务的推广息息相关 所以不管说你这个人力 这个怎么样的去控管 但外勤绝对不能有所减少 反而要如何来强化 外勤的服务的效力跟功能的发挥 所以本讲最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给同学了解说 外勤业务操作模式 第二个给同学了解说 顾客关系的管理 因为银行是以人为本的一个行业 那么怎样使这个人对我们产生信心 对我们产生信任 进而很忠诚地来跟我们往来 为银行来创造它的价值 当然是银行最重要 所以同学 每一种行业都有它的核心 银行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一个行业 也说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人 使它能够很贴心地 很忠诚地来跟往来 如此我们才有办法获得业务的成长 以在这个产业当中利益生存的一个机会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给同学探论说 外勤 银行外勤业务的意义跟功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意义 那么外勤业务的意义就是说 银行以行销的方式 派言积极主动与客户的互道 加强开拓新客户 与深耕既有的客户 强化客户往来的信任度 忠诚度 贡献度 我相信任一个行业最佳都要信任 要有忠诚 要有贡献 我当然讲说这三个是成就任一个行业 所没有获缺的 所不能获这个核心 所以万事都是以信为这个根本 所以说信为道德的功德之母 它的道理在这里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信 但是问题是说不能盲目 要有智慧的信 所以堂长只要撞造一个人的最重要 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 如果说每一个同学都能够 在办了什么角色 用智慧来做事情 用慈悲来面对你的周遭人事物 我相信你就会使人际关系 获得比较严荣跟和谐 进而就可以彼此创造好的感觉 那么至于说它的目的 它的功能有三个 第一个当然是深耕客户 我想最重要 因为我们营养好多的产品 必须介绍客户 客户才有办法针对我们的好产品 来加以购买 进而为营养带来贡献 第二个我们一般所讲的塑信后的管理 那么塑信后管理通常是营养 在换款业务当中的最弱的一款 因为我们可以了解说 整个营养的代用过程当中 由营养的代放 然后代用后的管理 代用后的监控 以及到期的回收 最后变成不良换款 一系列的一个控管 当中塑信后的管理 是目前营养最牵牵 因为你钱借了以后 他有没有按照他的借钱的目的 来用他这笔资金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可能会因为信用的不但扩张 所造成的风险相对就会增加 所以塑信后管理必须加强 透过这个外勤 就可以了解客户他的借款 有没有真正落实到他借款的目的 跟资金的使用的方向 那么第三个信息的收集 这个信息收集 我相信现在是一个资讯导向的很大 如果说你透过这个外勤 你可以了解各行各业 以及公司产业之间 彼此之间 而且透过外勤坦白讲 我们对整个这个总体的环境 对这个一般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以及对企业的这个因素 都非常了解 总体像景气的变化 企业的产业的 它有没有过度的这个竞争 以及个体因素当中 有没有信用过度的膨胀等等 都可以透过这个资讯收集当中 来了解这个客户的价值性 跟它的风险性 那么再来第二个 我们讲说银行外勤业务的策略 这个银行外勤业务的策略当中 这里面我们给同学提出了十一个策略 不过各位同学 这十一个策略如果你都很清楚的话 我想对整个经营会有帮助 第一个商品跟服务面的策略 第二个客户面的策略 第三情感面的策略 第四社团面的策略 第五形象面的策略 第六团队面的策略 第七感觉面的策略 第八专业面的策略 第九正品的策略 第十经业面的策略 第十一资讯面的策略 好 现在我们一起 给同学做一个分享 首先讲说商品跟服务面的策略 那么商品是根 服务是业 根状业貌 视为营养经营成功组本 所以有这个关键告诉你说 营养提供金融商品的价值性 就会左右它输赢的关键加速 第二个客户面的策略 那么客户有如营养生存的衣食父母 所以怎么样去经营深耕那些主力的客户 有优良的客户 可以扩大我们的层面 而且透过优良客户的介绍 那么可以强化我们银行的一个价值线 所以台语所讲的脚后倒休不 那么第三个情感面的策略 那么情感是维护客户往来的基础 我想任何行内脱不掉情感 脱不掉情感 像现在各行各业都一样 你情感多了 那么都可以强化很多业务的扩展 可以加强这个联理的活动 第四社团面的策略 就是参与这个社团 所以社团是身份 事业 公益的象征 其实社团很多动机都希望说 透过参与这个社团 可以提高你的身份 提高你的事业 提高你的公益 而且可以增加你业务面的一个开发 那么第五形象面的策略 那么形象是信心的保证 也是客户愿意与营养往来的先节要下 所以像他办很多艺文活动等等 这些真的对营养多有方面 不过这一点好像银行还有待加强 那么第六团队面的策略 那么团队就是力量跟竞争力的来源 像最近最夯的国手 MBA的国手林苏里面 他就把这个团队发挥到邻里尽致 邻里尽致 那么第七的感觉面 就加强客户的感动 所以受尊重的感觉是客户 这个选择跟银行往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么再来第八个 专业面的策略 专业面当然是属于事业 说经营的资本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学习 努力地学习 那么第九 正品的策略 正品是一种艺术 也是银行行销的接近科技 不过要配合银行法的规划 因为当然正品最重要有贴心的 回应跟这个态度 第十一 第十 敬业面的策略 敬业是服务的先决条件 所以当然是工作态度跟能力 十一资信面的策略 那么服务品质类 重在信息收集跟服务效率 营养必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事实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才是有用的服务 因为现在是资信导向的连带 谁掌握资信 谁说掌握赢的契机 好 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再我们给同学探考第三个观念 银行外勤责任期的作业的计划 当然任何一个计划 一定要经过妥善的规划 管理 编阻 还有工作的频率 以及效果跟资料的建档 才有办法去理解了解 到底我们这外形的效力为何 所以任何的规划 一定要先去管理 要编组 然后工作的频率 以及效果跟资料的一个建档等等 那么有关于这个单元当中 给同学分享了七个观念 第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最主要是说增进 营业单位或分行的责任感 向心力跟业务的竞争力 所以说这个外形最主要也要提升 这个分行的一个向心力 跟它的这个一般所讲的这个 责任感跟它的竞争力 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外形 一定有它要达到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未来考核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绩效的一个指标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了解说编组 那么编组通常分了两个 一个是人年的编组 一个是服务的范围 那么人年的编组通常 都有总经理来做一个读导 然后按照这个行业 每一个分编组不一样 有些多的几十几个人 少者一二十个人 所以你要分二三组一两组 那么就按照你的人力 来做适当的一个规划 这都蛮弹性的 而务必使每一个人才 都能够用对一个地方 来发挥也人才的一个 最大一个 附加价值的一个创造 那么第二个呢 有关你这一般所讲的 服务的范围 那么服务范围是现在这样的 有两种层次 现在每一家银行都很注重这个 一般所讲的这个 就是说账户的管理员 对一般说account oficial没有 简称为AO 就是说针对一些比较有价值 贡献度高的客户 配属一个外景人 给他做专属的服务 或是说指定某一个区域 由这个AO 来针对这个区域的一些 优染客户 做一种专属的服务 另外是说按照产业别 产业别来实施专业的分工 来发挥专业的一个效力 跟专业的这个服务 给人家感受到银行的专业 银行的专业 那么第三个工作内容有三个 通常一般的外景的工作内容 第一个业务的开发 当然最重要是新金融商品的一个介绍 以及银行的一些比较优越性 特殊性 价值性商品的一个开发 第二个的一般时候讲 这个代办的业务 因为现在坦白讲 银行为了加强服务 都对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客户 我们都给他这个票据的代收 或款项的代收代物的服务 所以这一点就给同学聊说 这个外景的一个品德的要求 是蛮重要的 那么第三个情资的收集 我想这个外景外最重要 就是收集这个资讯 然后透过这个资讯这个收集 我们可以了解整个产业的动态 提供银行开发业务的一个方向 希望它能够以最少的人力 能够创造最大的一个业绩 因为现在银行也是都有排列的 那么有关这个方向跟策略应用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透过这些也可以协助 混行的经营有信心 那么有未来 因为以后它涉及到这个 绩效奖金的这个昏发 所以说你从而在银行 因为你负责的单位不一样 你所获得的绩效奖金也不一样的 那么第四个实施的方式 通常就是有三个 那么第一个也就一般所讲 依计划有志气访谈 通常是按照总行 会给我们一个业绩 然后我们针对有价值的客户 依序地加以去访谈 但是也要做记录 所以为什么说一般这个行员 外景人员每个礼拜 一定要把当桌的访谈报告 要写得很清楚 然后每个月要追踪 你所缓的这些外景的客户 他的存款 换款 外汇往来的 以后有多少 表示说透过你的访谈 能够带来实质效应 否则就打空包弹也不行 那么第二个的 强化外景的专业形象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一般所讲的这个专业 当然一般我们可以理解 现在知识一直在提升 一直在发展 所以我们不管在各行各业 一定要不断地去学习 努力地学习 再学习 再精进 因为现在是个知识化的这个领带 你要将知识变成经济 那么透过经济来创造个人的未来 我想知识怎么样去累积 怎么去升华 怎么去应用 就像我通常给同学聊 任一个学习一定要深化 要佛化 要应用化 我想如果说没有透过这个深化 佛化应用化 大概会没有办法 花一个知识的一个妙用 当然我们现在所读的 大概都深化也没有了 佛化当然谈不上了 那么应用化当然更免谈 所以说我们这个国教 常常讲说我们现在教育 真的要很重要的 要把所有的产业的发展 然后要做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座谈 然后针对台湾的发展 整个教育要怎么做一个改变 或者真的会对不起这些新兴的协制 真的现在是改变的时候 不能再拖了 或者你学校所读的 跟外面这么多脱节 真是一种罪够 一种罪够 所以有权力的人应该做这些 只要带给学 这些未来的主任中一个未来 我想才是政府 所有相关的人应该有 或者他是一个业障 真的 当然讲业障 有些人大概是不以为然 但是人世间真的 你也不能说你没有就没有 当然一定是有的 再来第三个定期外勤会议 通常我们是这样的 层间 都因为九点半上班 八点半会做一个 层间的一个小型的简短的一个会议 然后回来以后要写一个缓弹报告 这样你才有办法知道 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有些问题可以随时反映 透过大家经验的交流 及时广益 也可以获得客户比较满意的答案 那么再来第五个客户资料的控管 那么客户资料控管分的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静态面客户的控管 有两个 一个是客户资料 客户资料面的一个控管 客户资料面的控管 一个是外勤访谈报告的一个成合 就像说礼拜一 你要把当周的一般所讲的外勤的报告 夜底 你要将你的受访的客户的一个存款 换款或外汇往来的遗额 做一个了解 因为你的服务到底有没有产生一些绩效 那么再来动态面的客户的控管 通常会有三个 第一个是一般所讲的定期外勤访谈 检讨汇报 通常至少每做爱一次 那么第二个 你要办理这个客户意见这个处理 有意见一定要信息马上处理 第三个 一般的潜力客户的追踪跟拜访 再来看第六个 外勤内部的控制制度 通常有四个要项 第一个 安全的控管 因为你在外面 有关这个安全 像我们要代收票记 收付款的服务 要讲求安全 第二个 收款含票记的作业的控管 那么通常出纳 都会给外勤的一些专用的 代收付款的一个备查簿 以致来控管 第三个 付款作业的控管 一定要先取得科的存款奇调 如此你才可以去做这样的服务 第四个 其他 当然配合银行相关做一个办理 那么第七个 检考跟评估 通常银行在年度上会做一个考核 然后把成果交给人品会 来做一个奖励或处罚 不过一般银行都以奖励为主 处罚一般比较不会去用 因为到底 这种外勤工作也是蛮辛苦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以这是比较正面积极的 就像人 要有鼓励 代替批评比较好 人总是希望被赞美的 所以同点如果对人都用赞美 也人际关系也会升华更严重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再我们看这个第四个单年 我们来看说这个外勤作业计划的 这个实施步骤 有三个环节 大家要了解 第一个就是人眼的显判 第二个是工作的分配 第三个是经验的交流 那么人眼的显判有三个 第一个 你需具备金融专业素质跟经验 所以他讲说专业跟经验非常重要 第二个 个性要外向 EQ要高 你面对客户 错辟的是很多 你要如何应付 他这些错辟的一个表现 心平气和倾听 所以学习倾听也是外勤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 要能刻苦耐朗 体力要旺盛 我想任何一个成就 刻苦耐朗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工作的分配也有三个 出发前 你要这个准备的事项 当然是客户相关资讯的 或一个准备 要了解这个客户的属性偏好 然后针对那属性偏好 或其所好 我想比较有办法提升 对话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跟气氛 那么第二个 恰谈要点跟注意的事项 因为讲话要有重点 要有重点 而且要注意 这个客户的一些习性 避免来激怒他 刺激他 第三个 事后追踪承诺的事项 你给客户怎么承诺 你倒必须在这个 外勤工作日志 或反弹报告室的 在这个表示 必须忘掉 然后第三个 经验的交流 有这个一般两个 外勤例行的会议 那当然是 把客户的经验 做一个交流 第二个 七分 外勤任务 以工作轻重反击事项 因为主管可以在归纳 评估 拟定优先处理的方案 有效来提升 外勤的工作的效力 所以以上是有关 外勤的操作一个模式 那么再讲 第五个单点说 顾客关系的管理 因为营养是以人 为本的一个行业 客户关系要怎么样的 去妥善应用 那么来升华 对我们的信任 忠诚跟贡献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也意义的 它这有六个销 要给同学家先讲意义 意义或是银行 透过适当的行销管道 将适当的商品 与服务 提供给最适当的客户 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从而为银行创造利润 跟降低营风险 因为好的客户 绝对不会有信用的风险 信用的风险 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 那么它的主要的目的 当然有四个 可以达到这个 也就是实施顾客 关系管理 可达到的目的有四个 第一个 加奖服务 第二个 创造服务 第三个 创造价值 第四个 七个 同学 表示说我们的服务 是跟其他同学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顾客资料 转化为顾客 关系管理的步骤 那么通常 这是给各位同学说 在观念上 当然这个资料 要怎么样 怎么变成有用 那么有四个过程 第一个 资料跟资信的收紧 第二个 资料跟资信的储存跟累积 第三个 资料跟资信的过滤跟整理 第四个 资料跟资信的展现跟应用 所以从收紧到应用 还是有一个过程 不过还好 现在我们都有电子 所以可以帮我们处理 庞大的这种资料 那么第三个 顾客关系管理的步骤 也有这个四个 第一个 关怀 既有的客户 第二个 深耕既有的客户 第三 开拓新客户 第四 创造价值 所以说任何一个动作 都有它的价值的 目标的追求 那么再来 第四个 一对一行销 当然是属于 一般说的客制化的服务 也就是银行 提供一些特殊族群的客户 更多的服务 跟更多的商品 所以在实物上 通常有四个步骤 因为不是说 每一个客户都属于 值得 我们一对一的 因为这个客制化的服务 跟标准化的服务 标准化是适用 所有的客户 特制化 就因为它有特殊的贡献 不管它的信任度 不管它的忠诚度 不管它的贡献度 都是银行 必须要珍惜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先确认客户 因为人力非常有限 那么确认客户以后的 第二个 还要有这一般所讲的 七个客户 七个客户 第三个 客户的互动 第四个 量身定动 所以它是一种 客制化的服务 因为坦白讲 按照一般观念 像一般社会上 有这个80% 跟20% 80%跟20%的比例原则 总共一个银行的贡献度 都是少数的客户 大部分都20%而已 20%而已 这20%的客户 就创造整个银行的业绩 当然我们对这些客户 一定要先去确认 要去七个 要去互动 然后去客制化服务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子弹不是那么多 那么再来第五个 互动的资料库 也现在是一种 依化的时代 我们如何利用 这些互动的资料库 来掌握 依化的行销 所以现在这个 网际网路 已经很盛行的 所以现在人情朋友的话 跟过去的 这个传统观念都要改变 因为在 依化年代当中 有依化不同的一个行销 那么银行也必须配合 这个时代脉动的转变 那么这个转变当中 也一定会造成很多失业 因为电脑可以取代人脑 以及可以取代很多老 要怎么去思考 所以常常讲说 现在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真的 这些领导人物的头脑 比人家更好 因为变化太快了 你要怎么样的去 因环境的改变 不会影响到救援机会 要确保救援机会 或者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失业 也是形成社会的 不安的导火线 再来第六个 客户关系管理的 这个落实跟整合行销 通常它有四个观念 第一个 第一个你要建立 顾客资料库 以及顾客贡献度分析的 电脑资料 像这些都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实施 这个专户管理 或说贵宾理财中心 VIP室 贵宾室等等 有没有的特别服务 第二个 你要建立种子行业制度 如果要不定时地 将很多很多新种产品 先教育这些种子的行业 再有种子行业 对全部的行业 来加以这个信念 你不可能说 一架的时候 全部行业都知道 先透过种子行业 再要种子行业 来行销给所有的行业 来创造整体的绩效 跟这个贡献 第三个 强化团队的服务 也就是我们要建立 这个联航的 七役的外勤 活动组的名单 来互通 七役间的客户的信息 就像我们中部 有这么多家分行 那么把所有的外勤的人 都能够组合起来 互通信息 可以提供彼此之间的 一个有用的情报 将这些信息 变成有用的 一种客户的一个追寻 第四个 有奖有法 只要定立法者 不过还是一样 银行还是都要走正面的 就像说做人 尽量用鼓励的 用鼓励绝对比处罚更好 因为人都是希望被赞美的 所以说给他们的一个分享 因为时间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单点 就针对这个外勤 跟顾客关系管理 做一个介绍跟分享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美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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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